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一个品牌可能只有十款车 现在豪华品牌旗下大概都有三十款车以上 所以汽车的销售通路朝向高规格跟大规模是一个趋势 那也走向了资本密集 所以范德永业去上市去拥抱资本市场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的必然 扩大集团IPO是必然趋势 实际来看范德永业目前有三大金积木 包含BNW 保时捷mini 年销量破两万辆 但去年保时捷经销被瓜分 范德靠着维修保养仍然维持业绩 2019年EPS比进六元 全年合并营收337亿元 年增4.3% 股价落在200元以上 全在这时候IPO还有这个原因 同志朋友都一直在关注在所谓的科技股 电子股的身上 去忽略到这个汽车概念股的话 这个所谓的核泰车的话 事实上表现相当强势 现在已经来到680几块 我认为这个是范德愿意在这个时间点赶紧IPO的原因 核泰车在股票市场上表现相当亮眼 股价突破600元 创下新高 普京范德永业也想跟进 月初通过证交所上市申请 最快今年第二季挂牌上市 餐犬黎明达方向 台北部岛